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羅Sir羅正斑博士 是自裁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自裁TV的渦卵教學系列 如果大家想看關於牛熊症方面的四個簡選因素 可以看回渦卵教學的第二集 我们今集中主要讲到三牛的政策和三红的政策 为什么三牛三红的政策基于风险管理的问题 一间和大家仔细讲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住订阅 订阅方便免费的 和按旁边的小钟 你会收到最快的上载影片 喜欢的话给个like我们 你的like代表喜欢这个内容 我们会努力制作下一集同类型的教学影片 还有可以和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以往有些投资班的学生问我 已经做牛熊症的买卖里面 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的呢 牛熊症优点在于就是说 他那个时间候选是少 有时我们compan一点 就是没那么说过时间值 第二个牛熊症优点在于就是说日价低 有时我们说日价方面 甚至乎有些负日价 那么缺点在哪里呢 牛熊症的缺点在于收回价问题 俗语所说叫打靶 所以做牛熊症来说 要成功阶段要留意什么地方呢 收回价如何选择 这个是很有学问的 简单而言 如果你做牛症的 收回价要在支持位的楼下 如果你做熊症的阶段 收回价就要在阻力位的楼上 那我们未来里面 或者开个专题 讲下这个 支持阻力位 如何去解定 以及当中来说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要做空间的楼下来的 3牛的战刹 和3熊的战刹 為何要這樣做呢? 作於風險管理的問題 想控制風險是好些的 舉個例子我們看一個星市 我們當作一個牛證的選擇 譬如有隻股票現在來說是50元 我們現在選一個收回價 牛證是在46元 一下子證股由50元跌到46元 我們這個投資全部失敗了 甚至所剩的銀碼就不多了 所以在風險管理裏面 我們會考慮一下把我們資金方面一分為三 我們說三牛代表三隻不同的牛 而當中的收回價也是不同的 舉例子去看譬如證股是50元的 我們假隻牛的收回價是46元 第二隻牛的收回價是42元 第三隻牛的收回價是38元 換句話說如果跌到46元 我們其中一隻牛就犧牲了 但還有兩隻在那裡 換句話說就分散風險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有時我們做牛紅證裏面 三牛政策裏面 分開三隻不同的牛證 三個不同的收回價 令到風險去分散 相反的紅也同樣的假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來說 記得訂閱 訂閱是免費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我們最快上載的影片 喜歡就給我們一個like 以及和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訂閱 按照